早前從應對災難的情況來說,這次比上次好很多,有比較明顯大的進步 截至9月24日,澳門保險業收到300多宗,因為山竹引起的賠償個案,涉及金額約為2.7億澳門元,比上年天及的3,100宗大幅減少 而在內港一帶,今年只有95個位於低歪的變電站損位,但第二天已搶修完畢恢復供典 因颱風受損樹木只有4,000棵,損害可說很輕微,而因為颱風受傷的人數只有40個,多數輕導致中度受傷,沒有人死亡 為安全計,政府已透過發佈撤離警號、撤離行動等等,在短時間內疏散了5,650名低層住戶 令社會真真正正重視了風災 應對災難方面,他認為部門間協調做得不錯,增加了救災效率,但仍然有大量改善空間 所以我們現在要追求的問題,一個本質的問題,我們要解決一個水浸的問題,海水渡管的問題 他明言,政府必須將治水工程明確地放在第一位 對於博企在風球下停業,他也絕對支持 我覺得無論從博企員工生命財產的保障,他們照顧家庭的保障,加上社會治理災難應對的地方,我覺得是有必要 至於颱風之後的停工問題,欣慶瑜表示,政府應該要持立一個機制,明確各災難級別下面的應對措施 官員就可以因應情況作出決策 奉在後,市民有什麼感受呢? 今年很早已經派傳單,以及有些相關人員來願意搬好東西 垃圾的處理,或者是清理垃圾方面,做好一點,不是怕渠裡面 有很多垃圾,第一次浮上來就更難清潔 民生方面是影響少了,而且市面恢復的程度是快了 散逐,不是第一個風球,亦都不會是最後一個 只要澳門上下一心,在各方面繼續改善,風球的傷害一定會越來越低 明天字幕室